大家好,欢迎进入到物件导向最基本的一个部分 物件导向的程式设计呢,是Java语言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因为Java呢,直接号称的就是一个纯物件导向的程式语言 怎么说呢?从各位呢,上一门课刚开始写的第一支程式 就已经在开始进行类别的撰写了 只不过呢,我们是从Public Static Void的Main方法开始撰写 而它会被包覆在类别当中 这就是物件导向的一开始了 好,那所以这门课呢,我们会从这个地方呢,开始跟各位探讨 再来我们会看到另外第二个单元叫做自串的部分 自串呢,在Java语言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我们称它为物件,在其他语言它是基本型别 所以我们会先从自串来跟各位认识到物件 再来我们会看到继承相关的一个观念 所以这门课呢,是物件导向最基本的课程 不知者,在这种状况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状况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状况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状况